自从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后,中美贸易战的讨论就不断升温了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,第一是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60%关税,第二是特朗普威胁将墨西哥提出美墨加协议,第三是特朗普威胁对秘鲁前开港货物征60%关税。 第一条可以理解,我们重点说下第二条和第三条,因为这两条表面上看起来,好像是针对墨西哥和秘鲁的,实际上也是针对中国的。 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,2020年拜登上台后,并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,于是中国的一些企业为了规避美国高关税,便加大了向墨西哥出口,然后通过墨西哥继续向美国出口。 中国出口墨西哥商品金额,由特朗普时期的40亿美元每月,增加到80亿美元每月,由于中国商品非常便宜,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和我们竞争,于是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,经常对中国发动反行销调查,然后借机对一些中国商品加征巨额关税。 于是一些中国企业就将商品出口给第三国,然后再由第三国的商家出口到相关国家,这就是所谓的转口贸易。 事实上中国不仅仅通过墨西哥进行转口贸易,还通过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。 比如2023年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040亿美元,而今年的1月至9月,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就已经逼近去年,达到了900亿美元左右,为2017年三倍。 你以为越南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,就从中国手中拿走那么一大块蛋糕,其实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暴增,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做中国和美国的转口贸易。 2024年越中贸易额有望达2000亿美元,创阅最高双边贸易记录。 你知道2017年的时候,越南从中国进口额是多少吗? 仅有900亿美元,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前,越南从中国的进口额仅有900亿美元,现在增加到了2000亿美元。 你说这里面有多少是中国商品到越南洗澡后,再出口到美国的吧? 所以大家记住了,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躲避美国的贸易战的。 转口贸易是躲避贸易制裁的专用方式之一,或许有人会有疑问,难道美国不能禁止墨西哥? 越南等国,做中国和美国的中间商吗? 这个涉及到的问题就非常复杂了。 首先墨西哥等国家是主权国家,它有权和中国做生意。 墨西哥或越南商人从中国进口商品,进口的商品是自己用还是出口到其他国家,并不违背相关法律。 其次就算美国制定相关法律,也很难有效溯源。 只要不标明产地,你知道一代大米是张三家还是李四家的,当然只要美国下定决心,非要进行溯源。 甚至动用各种手段逼迫墨西哥、越南等国,禁止做中国的转口贸易。 那肯定还是能做到的,只不过代价比较大而已。 美国威胁对秘鲁前开港货物,争60%关税,也是这个目的。 看起来好像美国有手段逼迫一些国家,禁止做中国的转口贸易。 但问题在于,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,而且做中国转口贸易是有利润可赚的。 美国能禁止一个国家,两个国家,难道还能禁止得了所有国家? 美国想要堵死转口贸易这条路不是不可以,而是困难非常大,而且非常得罪人。 美国威胁一个国家,禁止做中国的转口贸易。 但是很快另外一个国家就会顶替上去,美国不得不再威胁那个国家。 最终美国不得不一个国家,一个国家的威胁。 你说它会得罪多少国家?最关键的是我们也不可能无动于衷。 我们必然要对美国发动反制措施的。 11月15日,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,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。 自2024年12月1日起,取消铝财、铜财,以及化学改性的动物、植物或微生物油、脂等产品出口退税, 将部分成品由光伏、电池、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退税率, 有13%下调至9%。 自从美国对我们发动贸易战后, 我们的政府也可以用任何手段进行报复了。 报复手段包括但不局限了出口技术、出口配额、 出口许可证和提高出口关税等措施。 看到这大家或许就能明白,特朗普为什么要再对中国商品加征60%关税, 同时对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,征收20%关税了。 因为不这么做,美国企业想要发展制造业,根本就没有利润。 很多国家的企业必然会偷偷的和中国做转口贸易, 甚至那些国家的政府都会帮本国企业打掩护。 美国要对所有国家加征20%的关税, 你说这要得罪多少国家? 美国要威胁其他国家,不要做中国的转口贸易。 你说这又会得罪多少国家? 于是我们便看到一则新闻, 欧盟准备向中国妥协了。 据路透社23日报道,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, 在接受德国新闻电视台的采访时透露, 欧盟同中国正接近就取消对话加征的, 进口电动汽车关税,达成解决方案。 欧盟为什么会取消电动汽车关税? 中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? 我可以明确地说, 在这次谈判中, 我们肯定让步很少。 我估计我们给出的筹码是, 中国会适当降低欧盟燃油车出口到中国的关税。 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燃油车比较厉害, 以前中国为了保护中国燃油车市场, 对欧洲的汽车关税比较高, 所以欧洲燃油车在中国的价格比较高。 中国对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加征了25%的关税, 主要就是针对欧盟的豪华车企, 如保时捷、奔驰、宝马等品牌。 我们对欧盟燃油车降低一些关税后, 价格就会降低, 有些人就会去购买欧盟的豪华燃油车。 我们降低欧洲燃油车的关税后, 欧洲的燃油车企业又能多活一段时间, 这对欧洲来说未必是好事。 燃油车还有利润, 他们就没有动力加大在电动汽车上的投入, 而电动汽车才是未来, 欧盟取消对我们电动汽车的关税, 我们适当降低欧盟燃油车的关税, 这就是我预测的中欧协议的主要内容。 如果没有特朗普, 我相信欧盟不会轻易取消, 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的, 特朗普上台后肯定是要搞欧洲的, 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再对欧盟发动贸易战, 你说欧盟还有活路吗? 世界上的国家主要分为四种, 第一是农业性国家, 这个是以阿根廷、巴西等国家为代表, 第二是资源、能源性国家, 这个是以沙特等国家为代表, 第三是高端制造国家, 这个是以欧美、日韩等国家为代表, 第四是中低端制造国家, 这个是以越南、菲律宾等国家为代表,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中国, 兼顾了中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, 而且高端制造的发展势头非常猛,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, 中国必然要反击的,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反击手段, 当然是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, 这样一来很多农业型的国家就会因此而互利, 他们必然要加大与中国的合作, 我们购买他们的农产品, 他们购买我们我的中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, 美国为了发展制造业, 必然要大规模的开发石油、 天然气、 煤炭等资源, 这样一来很多国家的石油、 煤炭等就产能过剩了, 这时他们必然也希望中国能加大从他们国家购买, 我们购买他们的资源和能源, 他们购买我们我的中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, 美国对世界发动贸易战, 很多以中低端制造为主的国家出口就会遇到困难, 这个时候他们必然要求助于中国, 这时我们就可以要求他们购买我们的高端制造商品, 比如电动汽车, 所以贸易战没啥大不了的。